我們先開始來講這個主題 Single Period Inventory Model 單期 那之前我們談的東西的話 都是叫多期 叫Multi-Period 就是這個Inventory Model Reader Point 再訂購點都是多期的 現在這個叫單期 這個單期的來源是從來自於一個newsboy的概念 那麼newsboy是賣報紙的 小孩子 那假設你是他的話 你在賣報紙的時候會面臨一個東西 這個報紙怎麼樣 早上要訂 到底要訂多少量 重點就是他要決定多少量 為什麼 訂得多賣不掉的話會怎麼樣 賣不掉的話不僅賺不到錢還要怎麼樣 損失對不對 訂得少的話呢 各位想一下 訂得少的話意思就是怎麼樣 該賺的利潤怎麼樣 沒賺到對不對 這個數學問題來講的話我們稱為 Single Period Inventory 也就是說你的庫存量到底要訂多少 那個庫存量就是所謂的訂購量 這個訂購量來講請各位思考一下 那雖然是一個newsboy 賣報紙的報童 回過來想一下 到今天你們都還面臨這個問題 譬如說你們辦園約會 那你去要去賣樂狗 譬如說那請問你要訂多少 那樂狗來講的話也許會有所謂的 競價成本對不對 那訂得多 假設你已經訂完了 已經付給他錢了 等於你就是要把他賣掉了 那你當然自己可以訂價 你自己有自己的賣價 一定是高於你的成本價 可是到了當天結束的時候來講的話 就面臨問題就是說賣不掉了 那你就只有一種 有沒有 假設是說大家都吃掉的話 那就沒有殘值對不對 等於你還是所謂成本價 還是要付出去 可是你假如說到最後的時候 用賤價的方式賣掉 那這個賤價一定比你原來的成本 還怎麼樣低 那換句話講就是所謂的 這個損失成本 好 所以這裡頭講的 這個概念來講的話就是說 這樣子的一種所謂的 newsboy的問題來講的話 就面臨了這兩難 剛才講左邊這兩難 訂得太少 你賺的不多 訂得太多 你必須要所謂的 懲罰成本 或者是所謂的損失成本 好 記好 這兩個成本 這兩個成本 在這個地方扮演了一個 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我們的問題 當然決策問題來講就是說 那我要決定訂多少 好 所以要解決這一個 newsboy的問題 這叫做暴同問題 在國外來講很有名的 這種叫做暴同問題 在庫存理論裡頭來講的話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疑問 換句話講 你應該要花多少的 你願意承受多少的風險 所以這個時候來講就考慮到 一個各位現在所學的 激勵統計的概念 那麼各位都知道 這個是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的概念 這個角色呢 假設是說 以這個暴同來講 他平均是賣90個報紙 90份報紙 標準差是10 當然 90跟這10怎麼來 那我想這個部分來講 請你就是說 再去好好了解一下 或者是請教一下 你的那個激勵統計學的老師 因為你也必須要 從歷史資料裡頭 去調查資料 然後把它找出來 就是說平均是多少 標準它是多少 那假設我 我們希望有把80%的chance not running out 也就是說80%這個面積來講的話 表示能夠 不要賣不出 賣 就是說不夠 不要不夠 那所以這個時候來講 以normal distribution來講 就變成這個z值 這個z值的話 當然都知道 這個normal distribution 假設min的話 中間是0 那這個z就是standard deviation的 誤差的範圍 那以這個為例來講的話 那這個到底應該是多少 那當然各位都知道 這個是可以去查 normal distribution的表 可以知道了 以這個為例來講的話 各位看一下 假設我的機率是0.80的話 這個面積是0.80的話 那我z剛好就是0.85 查這個表就可以查得出來了 那這個0.80大概在這個範圍之內 所以我就取成0.8 大概4或5 那我取85就是z值 那這個表是所有的這個normal distribution standard 標準的這個normal distribution 可以查得出來的 可以查得出來的表 好 所以假如以這個例子 假設這個newsboy的例子來講 是希望我能夠有 什麼也什麼樣 大概會有85%的standard deviation 等於換句話講 我希望能夠有80% 80是不缺 就是不缺 不缺貨的這個服務水準 好這個這個這個概念先要有 我要有一個服務水準 要解決這個newsboy的問題 先要有一個服務水準的概念 80%的服務水準 那麼z值就是0.85 那就看你這個裡頭 那這是平均值 這是平均值 好 這個問題來講 我們稱為單期single period 的這個 那這個問題來講不是只有賣報紙 只要你一次性的東西 一次性只做一次 譬如說你開個店 想要進貨 那進貨來講的話 進所貨 還有這個從國外進入衣服 好啦 賣女生的這個衣服 那這一套服裝來講的話 到底你要進多少 各位想一下 以常識來想的話 你怎麼進貨 貨到底要多少 常識當然你是 常識來想就是說 我進來就是賣得掉 所以以平均值來感的話 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說 那到底 平均會要需要多少 你才會進來 這是平均值 比如說來講 平均的話大概我們應該賣掉 這一次進貨的話 我們至少賣掉100件 賣掉100件 好 那你就進貨100 這是常識的想法 平均 可是這個100是平均 你沒有考慮到變異 變異意思就是說 有可能高於100 有可能低於100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知道的 正確的不是只是平均值 你一定要知道是說 我的需求的標準差 大概是多少 所以是屬於所謂 one time purchasing the decision 一次決購 已經一次的採購決定 那麼這種東西 通常就是壽命有限 所以一段時間 就進來那一段時間 不管賣報紙 賣雜誌 或者是來講 尤其是在美國來講的話 他們球場 台灣也有吧 那球場來講是賣那個紀念品 紀念品的話不只是T-shirt 那還有其他的 一次就是整個訂購進來 那你就要想辦法賣出去了 賣不出去的話 剩餘就會有殘餘價值 是沒有錯 可是這個殘餘價值 一定低於你的競價 低於你的競價 那這個競價就會 就會變成了就是說 會留下 不會保留到下一期了 等於就結束了 所以這個時候來講 有個概念就是我要付出損失 損失 所以一樣壽司也是一樣 你今天到底要做多少壽司 壽司大家都是新鮮的 放久來講的話 當天賣不掉的話就是丟掉 連丟掉的時候的話就沒有殘食 連殘食都沒有了 所以他們面臨的就是說 那到底我壽司今天要做多少個 假設今天賣不掉的話 那我就要降價 不只是降價 說不定到最後就倒掉 倒掉 像有些海鮮的話 到最後來講不新鮮的 根本沒人要 也連殘食都沒有 就要倒掉 這些東西我們稱為損失 或者是所謂的懲罰 好 所以歸納這樣子的一個應用 的概念來講 我們考慮了兩個成本 一個成本請各位先來把它記起來 因為各位在 你不要造字翻譯 造字翻譯來講 絕對想不出什麼東西 這裡所說的shortage cost 特別用英文來講 因為翻成中文來講 裡面會太用 被這個中文騙掉了 shortage cost 意思是什麼 shortage意思就是說 該賺而沒有賺的利潤 short 也就是說 比如說競價 70塊錢 賣價100塊錢 那30塊就是賺了 可是你少賣一個 就少賺怎麼樣 30塊 對不對 少賣兩個 他們就少賺60塊 那這個東西叫shortage shortage 請盡責 不是什麼短缺不短缺 是shortage 等於意思就是該賺而未賺 甚至於來講的話 因為沒有賣出去 所以有時候會有一些 無形的商譽的損失成本 在這上面 好 這個中文我們稱為CS 請現在給我記下來 S當然是英文名字的shortage 所以這個是所謂的損失 損失的 該賺沒賺的損失成本 另外來講的話就是所謂的 access cost access cost的話 過剩成本 過剩成本也不要用中文的過剩 你自己自我解釋 過剩成本意思就是說 未賣出的損失 那簡單來講的話就是所謂 成本減掉它的殘值 可是你要殘值為零的話 那就是 就是你的競價成本 你的競價成本就是 直接就是所謂過剩成本 這個概念跟中文的概念 我知道會有很大的差異 可是英文上還好 因為英文上它的解釋來講的話還好 所以我請各位 所以切記來講在single period 很多人十個同學 將近十個同學 對這個single period看不懂 看不懂 重點就是在於 因為他對這兩個成本的概念來講的話 就解釋 這解釋 沒有搞懂 沒有搞懂 好 所以再講一次 shortage cost 就是因為你 因為你要買這個東西進來 要賣出去 你進貨然後又要賣 所以要賣的時候 當然你會有利潤 換句話講這個利潤 該賺而沒賺到 的成本 那另外來講的話 就是說 access成本的話 就是說 過期了 今天賣不掉就過期了 過期了就是所謂的損失成本 損失成本 這叫做 access cost 那我們的目標是怎麼樣 我們希望 找到最佳的採購量 也就是獲得庫存量 庫存 這邊因為這一張叫庫存 其實就是採購 因為我要採購定多少進來 那個量本身就會 當作庫存一樣 一直被消耗 被消耗對不對 那消耗 假如沒消耗完 那就是過剩 那假如消耗完的話 那就是 就是所謂的 短缺 短缺 好 這樣聽懂了沒有 所以這邊我特別把他中文英文 一直強調出來他的 所以我們重點是要強調 所謂的最似的訂購量 訂購量 採購量 或者是應該設定的這個 這個庫存水準 那這個東西 當然背後有一段的 數學的證明 課本上有寫了一堆來講 那這些東西你可看可不看 最終的結果就是得到了 這個數學式值 這個數學式值的話 意思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probability 這個probability的話 就是所謂的服務水準 會跟他的 shortage cost 跟他的assess cost 成一個關係 這裡來講就是等於是 CS當然就是所謂的 shortage cost 就是demand overstocking level 這個demand超出了 超出 就需求遠超出了 我們進貨的 我們進貨的這個量 這個東西的概念 cost per unit of demand demand overstocking demand overstocking 中文來講就是短缺 這就是短缺的成本 意思再反過來 就是因為 可賺 該賺 而沒賺 所以我覺得來講 用中文的意思來講 用可賺 而沒賺 這個觀念來講會比較對 會比較對 而不是短缺什麼成本之類的 但是它一部名字來講就是 cost per unit of demand overstocking level 請各位務必要搞清楚 那麼它的基本概念就是 你的單位收入賣價 你單位賣數據價跟你的進價 你的cost之間的差異 就是所謂的可賺的錢 這樣聽懂了沒有 因為你要先懂這個東西 等一下後面講應用的時候 你才懂得它的原理 然後來西一來講的話 就是所謂demand understocking 就是低於 demand遠低於你現在進貨的量 低於那就是過剩 這過剩就是你的損失 該賺而沒賺 那一般來講就是你的進價 你的進價成本 減掉它的殘餘價值 這樣各位聽懂了嗎 所以這個probability 被證明出來的話就是 必須要 必須要這個probability就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賣的量 也就是我希望訂購的量 我希望進來的庫存量 這個庫存量是一個probability 是一個service level 必須要大概等於至少 至少要等於這個數字 就是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 好 這樣子各位懂了嗎 這個懂的話 我們下面開始 當然就會來談它的應用 那當然我們先講 假設你的需求 需求因為單期的需求 會是一個機率 這個機率來講 可能是一個uniform distribution 可能是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可能是一個possed distribution 當然這些distribution 請各位回去銜接一下 你們現在正在學 尤其大外的同學 應該已經學過 你們的機率論的概念 假設我們現在這個機率 是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不是 是一個uniform distribution uniform 這是一個uniform distribution 這個uniform distribution 那麼這個係數來講的話 這個係數剛好會決定 這個服務水準在這個點上面 這個點剛好是藉在這兩個的之間 這個就是服務水準 換句話講各位都知道 這個成本 這個成本的大小會決定 會決定這個服務水準 那這樣這個服務水準的話 是由這個公式所得到 那我想這個各位回去再思考一下 應該不難懂 不難懂的意思就是說很簡單 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假設你的CE 也就是 也就是 假設你的CS CS的話 shortage就是你該賺而沒賺 這個數字大的話 這個數字大的話 這個數字小的話 那這個數字這整合的結果就會比較大 就服務水準就要偏高 就要服務水準就要偏高 那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一個例子好了 我想直接看一個例子 可能各位會比較清楚一下 好 阿妹開了一家休閒小站 這個例子實際上是課本上的例子 那我大概把他的提議再修改了一下 各位去想一下 他面臨一個抉擇 他這個休閒小站的話 他要準備多少飲品 其中有一個飲品叫西瓜汁 他所有飲品都要備 都要備好 當天他去賣的時候他就要備 那麼他根據過去的經驗 大概知道就是說 賣大概是賣在300跟500公升之間 是呈現大概uniform distribution 當然這個是假設條件 這是假設條件 那當然阿妹怎麼知道 這個是什麼uniform distribution 那各位可以去想想看 那以題目來講這叫已知條件 那麼每 西字樣子的話 每公升是成本價是20塊 好 每公升的收入 假如賣出去的話 我可以收入80塊 成本20 所以換句話講 我一公升可以賺多少 60嘛 80-20 誰都會算 沒賣出的西瓜沒有蠶食 就倒掉 就倒掉了 換句話講 那淨價20就損失多少 20 這樣會了吧 所以這個就是下面這個計算 也就是CS的話 就是每單位來講的話 我可賺60塊錢 這個就是所謂的shortage cost 所以這個時候不要給我想短缺短缺 你怎麼去想短缺都想不出來 居然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他該賺而沒賺的60塊錢 那麼CE來講的話 CSS 也就是他過剩 過剩的成本 過剩成本的話 就是單位成本減掉的蠶食 只是20塊 這樣會聽懂嗎 所以把這兩個 帶到這個市值裡頭來講的話 我服務水準就必須要75% 75%是他的服務水準 75%服務水準來講 各位都知道 normal distribution 那個所謂uniform distribution 這個要75% 75% 那換句話講就是很簡單 這個是頭就是尾 那75%的話 那就是算這個市值了 就是等於 0.75乘下頭跟尾的這差 所以換句話 他的平均值再加上 他的這個服務水準的量 就有450公升 換句話講 阿妹來講 他 針對這個西瓜汁 他準備450公升 準備450公升 換句話講 他有75%的機率 75%的機率 可以滿足客戶的需求 當然會有25%的風險 會有怎麼樣 會缺貨 那當然假如會有會缺貨 那這個是最佳的 最佳的情況 就是最佳的這個 那當然你假如說 設定 假如說是 比這個還大的庫存來講的話 那你可能 你可能利潤就沒有最佳 可能還比這個低 好 我們下面再看一個例子 假設 假設我們再來看一個 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normal distribution normal distribution 小翔在梅竹賽中 想賣印有梅竹賽的紀念襯衫 當然還要批價 他還要批價進來了 所以他面臨 那這個襯衫到底要多少量 根據以往的經驗來講的話 那發覺平均需求是2400 標準差是350的 normal distribution 好 那當然這個聰明的同學 當然會問就是說 我怎麼知道這個2400、350 我想這個 還是要回到你的 基地統計學來講 老師怎麼教你去做data fitting 那各位裡頭 再有一張一定會講 講一種說data收集完了之後 怎麼去做 適合度檢定 適合度檢定 fitting goodness of fitting 那假如說各位對這個觀念 還不熟的話 那請回去看書 或者再去請教你的 這個基地統計的老師 那我們在這邊的話 假設已知了 假設他在梅竹賽中的話 可以每件賣出定價 200塊錢 賽後來講的話 賽後來講的話 沒有人買 就只要殘值50塊錢 就小小白賣掉這個50塊錢 所以各位都知道來講 那他的競價成本來講是100塊錢 所以換句話講 200-100就是他的可賺的成本 這是可賺的成本 那這個是他損失成本 100塊錢是他競價 50塊錢是他們殘值 換句話講就 所以CS是100 CE就50 我們取出這個係數之後 點667 換句話講 他的服務水準最高就是只有點667 那麼點667來講 我去查我的normal distribution 這個normal distribution的話 我得到這個Z值 這個Z值的話就是0.432 就是這個Z值 是0.432 距離這個0 這個中間是0 normal 那個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因為這min的話是0 那這個東西就是0.42 43 這個432 那換句話講 那我就是2004在乘上 0.432在乘上他的標準差 因為他是0.432的標準差 所以換句話講 我就要準備251件秀 衬衫 差不多 我準備這樣子就夠了 那各位可以想得出來 這個是他平均值 這是他平均值 那這個是他標準差 標準差 那重點就是算出這個數字 取得到這個東西的最佳 好不好 那各位這樣子的話 各位知不知道就是說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他的服務水準 就是只有0.667 也就是大概66%的話 可以服務 可以滿足 滿足這個市場上的這個 這個需求的時候的話 他的訂購量是最佳 最佳 好 那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稱為Single Period 請問各位 那這個應用很廣 應用很廣 只要你所有 所有東西叫一次性的採購 一次性的採購 單期的 全部都可以用這個 但是請各位要注意一件事情 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必須要知道 你的市場需求 的量 這個量不是只有平均值而已 這個標準差 一定要 一定要知道 我們強調的概念很簡單 有一個產品 這個產品就是剛剛講 一次性的產品 這個產品可能是衣服 或者是可能是吃的東西 賣的時候是100塊錢 請各位上課100塊錢 然後 他的 競價成本 是70塊錢 那假如說Unsold 他有蠶食 是20塊錢 請各位記一下 蠶食有20塊錢 競價是70塊錢 那麼需求來講的話 就是 大概估計來講 比如說他進貨的這一批貨來講 大概依照他的經驗來講的話 可以在35到40 在一起 一期之中會賣到35到40 那35是肯定 他可以賣得掉了 我肯定可以賣得掉 那也不會超過40 但是他的基地怎麼樣 就分別這樣子了 假設需求這邊的話 稍微 就裡面意思這個人寫錯了 就是35 這是35 的話 那麼他的機率 35剛剛好 假如超出一個的話 變成36 那大概機率是這樣子 那超出兩個 這個這個頂面是叫超出的頂面 就這樣子 所以各位主要這個機率來講 跟我講 這個是35 36 37 38 39 40 最多到40 所以這個機率我根據過去經驗來講 得到這樣子的一個frequency 這樣懂嗎 那這是理積的frequency 好 好 這是什麼 那地面的確比例 剛才說的是如下 那他面臨一個問題是說 那我應該訂過多少 答案 經過這樣簡單計算 換句話講 他賣價100塊錢 成本70塊錢 那換句話講 我可賺30塊 就是shortage cost 然後來講的話 他的 陌生成本 就是所謂的損失成本 那就是他的 禁價減掉他的怎麼樣 禁價減掉他的殘值 50塊 所以換句話講 我們得到了0.375 probability在0. 我只能夠照這樣子的話 我最佳的決策來講 我的服務率是只有0.375而已 0.375 從這個圖來看的話 這是累積 這是累積函數 0.10 這累積到0.25 0. 所以至少要0.375 所以我就選這 所以換句話講 我的訂購量來的話 就是35加2 就37 37就變成是我 大概要訂個量 不然的話 我平均是只是35 最低是35 最高是40 35最低 40是最高 所以我要禁或禁多少 會比較好呢 那答案是37個最好 為什麼 為什麼 下一頁 下一頁的話就跟你解釋 我們來分析他的邊際成本 我們的邊際成本的話 怎麼看了呢 這裡假設說 我市場的需求有35個 可是我的手中有35個 那當然 剛剛最後庫存是怎麼樣 是0 因為市場的需求的機率有0.3 0.1 那市場的需求 假如說是35 可是我手中 假如當初禁貨是36的話 那請問 禁貨36 可是市場只有35 那換句話我多了怎麼樣 多了一個 那一個的話 我們算過 一個來講 他的過剩成本是多少 過剩成本就是損失嘛 所以我假如禁貨36個 那我就損失 50塊 可是假如說我禁貨是37的話 需求是35的話 那就是50乘以怎麼樣 2 100會吧 所以這個表 你就是所謂的邊際分析 那我禁貨38個的話 那 需求是35的話 那我當然損失 50乘以3 以此類推 可是倒過來講 假如需求是36的話 可是我的庫存 進來是只有35的話 那我少了一個 少了一個來講 就少賺30塊 少賺30塊 這樣聽懂嗎 那36 庫存是36 需求36 當然是0 那庫存有37 可是我 需求是36 所以換句話講 換句話講是怎麼樣 我多餘了一個 就損失50 所以這個表會不會得 這個表示你可不可以填吧 這個東西 假如超出的量 當然都是50的倍數 這都50的倍數 不夠的量 都是30的倍數 30倍數 以此類推 好 最後我算一下它的機率成本 這個機率的話就是 依照它的Probability 這個Probability有0.1的機會 假設以這一行的話 這一行來講 0.1的機會是剛剛好滿足 0.155的機會有可能 有可能會 有可能會少一個 也就是30塊錢 也就是說 換句話講 假設我是 我是 購購35個 擁有35個庫存的話 那我的所有 情況就只有這些 所以我把30 60 90 120 150 0.155的機率相乘起來 取出它的期望值 這個 就是它的期望值 好 這就回到各位的機率統計 裡頭 學了所謂的 期望值 這個是 把它的機率乘上它的Cost 這個就是它的期望成本 這是它的期望成本 這樣各位聽懂沒有 然後 假設我是訂購36的話 那我的期望成本是多少 就50乘以0.1 30乘以0.25 60乘以0.25 90乘以0.15 120乘以0.1 所以我得到53塊錢 那以此類堆 所以以此類堆同意的話 這裡 這裡就等於是我的成本 我的成本 所以換句話講 這個成本裡頭 最低的是誰 43是最低 意思就是說 我訂37的時候是最好的 好 這個分析只是想證明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透過所謂的margin analysis 邊際分析 所得到的答案也是37 也是答案37 那前面來講的話 那當然我們算完之後來講 透過這個bavili 直接一算就知道答案是37了 那兩種算法都是一樣 換句話講 意思就是說 你的訂購量假如大於37 是38 39 40 其實你的成本都會比較高 那低於37 36 35 你的成本也都會比我37還高 那所以我的最佳的訂購量 庫存水準就是37 好 這個時候我們講完了 這個single period 是屬於discrete discrete 所以discrete 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機率分配是非連續 非連續 那前面講normal distribution也好 那這uniform distribution的話 他的機率分配是怎麼樣 是連續 好 所以我就已經講完了 這個single period的基本理論 那他的應用是什麼 他應用很多 比如說 你可以overbooking air flight airline air flight 比如說你要訂機位 尤其是旅行社 他到底他要把 他要去航空是訂這個機位下來 訂一次機位下來 那這個航班的機位 大家要訂多少 他有 他有所謂的access cost shortage cost 他必須去考量 所以就是所謂的air flight 他到底訂購的航空 到底要多少 你的機位要多少的問題 然後一樣 你要訂購你的衣服 賣衣服 或者是你開了一個店 這個店裡頭有很多 都是進口貨的 衣服到底你要進多少量 而且你只有一次採購而已 因為就這一期賣完就沒有了 就下一次就再一次了 所以那個量 到底應該是要多少 才是你的最佳成本 那或者是one time order for events 比如說剛剛講的 T-shirt for the concert 不管是音樂會 或者是所謂的球會 來講球場的比賽 那董事會有一次的就是在賣東西的 那這個時候 他的訂購量應該是多少 所以這個模式的應用相當的廣 相當的廣 那所以請在這個地方 請各位回去 務必把這一節看懂 那網路上 iOMS我會再補充上 我剛剛前面講的這幾個 這些例子 還有 還有這個另外的英文的說明 請各位 那這一部分我 還是給各位一個hint 我們在期中考的時候 一定會考一題 在這個地方 給各位 這個做練習 好 所以總結來講 我們前面講了這幾種方法 我們大概在理論上來講的話 大概剛剛講是單期 可是我們前面已經教過 叫多期的庫存 多期的存貨管制 多期存貨管制來講的話 理論上大概有四種 四類 叫order point order quantity order point order up to the level periodic review 就是週期定期 定期的這個 定期的review這個庫存 定期盤點 叫定期盤點 這四種方法來講 但是本章只介紹 其中兩個 就是一跟三而已 這兩個 這兩個方法我們複習一下 這兩個方法就是所謂 multi period inventory control 這兩個的話就是說 我有庫存一直消耗消耗消耗 到再訂購點的時候 我訂購一個量 可是這個量不會馬上到 他要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這叫leer time 他才會再來 這個東西的話 在理論上也有人把它變成叫 sqsq的策略 s其實是他的review point 那這裡頭解決兩個問題 when how much 什麼時候要訂購 我們叫review point how much叫eoq 這樣聽懂嗎 這前面已經教過你了 這公式我不會叫你背 但是我會叫你應用 這個公式分別是review point 是他的前置時間的需求量 再加上他安全庫存量 這公式前面已經導貨給各位看 q的話就是所謂eoq 叫2ds除以c的開根號 那請各位來講 這個公式重點不在背它 是在於它 這個公式假設我考試考你 是說這個eoq裡頭含有哪些成本 就只有兩個成本 哪兩個成本eoq 這裡明明白白就寫了 你看是一個s成本一個c成本 那什麼叫s s的話就是準備成本 訂購成本 c的話就是存貨成本 存貨成本 那這個d當然是他的需求 所以只有考慮兩個成本而已 那常常也會問你說 那eoq的假設是什麼 eoq的假設 當然需求是 需求是已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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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兩個成本是已知啊 這兩個情況是不考慮什麼 這個不考慮其他的 安全庫存量的一個eoq的定義 好這個回頭各位馬上去看一下 那rop也一樣 好這個概念是理論上教 那各位覺得說 當然各位學到這邊來講 我也知道很多同學 也開始就覺得說 因為這些理論 確實你們從來沒有接觸過 所以你會覺得很陌生 可是假如回過後 我們看這個樣子的應用 這個價值來講的話 他換句話來講 當下面價值用完的時候 就把上面價值的東西抽下來 然後掉下來 然後這個時候開始去補貨 好 那請問這個時候來講 他的 他的裡頭realtor point是什麼 realtor point就是這個 各位回頭看一下 realtor point就是什麼 realtor point就是這個 雙箱系統其實來講 這是第一個箱子的庫存高度 第二個箱子的話 庫存就是這個上面的高度 所以換句話來講 我把一個需求量 這個需求一直下來 我切成兩個 把下面的 把下面realtor point的量 變成第二個箱子 有人稱這個第二個箱是備用 那再來就定期 periodic review 就是定期盤點 定期盤點 就是一段時間之後 像以這個為例來講 假設我在這個地方盤點 一盤點我馬上就訂購 訂購量 訂購一個量 這個量當然一段時間之後才會到 到下一次盤點 這個盤點是固定時間 沒有realtor point 他沒有什麼realtor point 他就是盤期 盤點的期間 這個期間 所以這個時候訂購的話 到下一個來到 然後一直到這個時間到了 這個時間叫做review period RP 像假設是一周 然後訂購又下來 又上來了 所以換句話講 我這個時候訂購的這個量 必須滿足什麼期間呢 就滿足就是說 我在下一次 下一次訂購 因為這個訂購的需求量 必須要滿足這段時間的需求 滿足他 不然會缺貨 再加上還有這段leave time 所以這個為什麼前一次證明給各位看 就是說 把review period再加上lt 依照這個公司的lt 再換成這個 RP叫lt 那也就是說 他要cover這一段時間 這個叫做定期review 這個定期review就是說 他的最高庫存量的訂購量的話 也就是說這個最高的庫存 來講必須滿足這段時間 這個那麼長時間的 的需求 但是這個 當然那這樣我訂購量 應該要多少嗎 就是imax 最高節在減掉當時的庫存 當時的庫存 那就是你的訂購量 所以這個imax是決定這個天花板的高度 然後再減掉你當時的庫存 那就是 就是你的訂購量 好 這就是上次講 所以這一張簡單來講是講了兩個model 就這兩個model 這個model 叫做 叫做 所謂的order point order quantity sq model 那另外一個就講了一個 rs model 就這兩個 就這一張是為了跟你講庫存理論的兩個 很基本很基本的這個理論 理論基礎 好 講完了這個東西 當然有很多應用 這應用剛剛講 2bin system是一個應用 另外一種應用就是 vmivendor management inventory vendor是指誰呢 vendor大部分來講是指供應商 那當然供應商的應用來講 應該叫supplier 這邊vendor就是攻擊的廠商 攻擊的廠商 好 這個攻擊的廠商的概念來講 就是說 各位想一下 好我們舉個例來講 零售商 各位能量都會去大潤花買東西 大潤花是一個很 大型的批發零售商 批發零售商上面來講 貨架上面會有很多物品 有些物品是 大潤花買進來的 但是有些物品 你們有沒有發現 他原來那個廠牌的公司來講 都會派人住廠 派人住廠在那個地方 服務也在兜售 所以換句話講 你大潤花上面有一些物品的話 坦白講 他只提供空間給 所謂的供應商 但是貨的進貨量 進貨量的決定 量的大小決定 還有貨的所有權 全部都是供應商的 這個相比於什麼 比較於就是說 假設是大潤花 直接把東西買進來 那所有權就變成大潤花了 那各位就知道 一旦買進來的話 我就要付出成本 可是賣不掉的話 那我大潤花還要 還要賤賣或是怎麼樣 那太麻煩了 我乾脆的請供應商 來管庫存 給你管庫存 我只負責賣 我大潤花只負責賣而已 我只負責賣而已 但是庫存是你家的事 那這個概念叫做 vendor like manager 他的庫存 這個概念 各位 對各位同學來講 也許你沒有什麼感覺 坦白講 這個概念來講 在過去執行的時候 這是一個創新的做法 這個創新 對誰創新 對大潤花 也就是買家 我們稱為叫買方 來講 是個創新的做法 因為 把管理這個責任來講的話 從我自己身上移轉到 供應商身上 那這樣省得我麻煩 好 那這樣子的話有什麼好處呢 這樣子零售商的話 他只要怎麼樣 他只要定期把現有的庫存量 因為他要把庫存量 透過資訊 也就是因為今天資訊太發達了 太發達 也許供應商並沒有派人到現場來 但是我把資訊給你 資訊 叫庫存多少 庫存多少 你線上 線上查 就可以查得到 目前在我大潤花的庫存 然後他依照 目前的庫存 去決定再訂購點 reward point 還有訂購 所以換句話講 供應商也要在線上來決定 訂購點到底多少 訂購量多少 然後 假如說 庫存水位低於訂購點 低於訂購點的話 那趕快補貨 供應商怎麼樣 供應商依合約計算出 或者是依照他的理論 怎麼樣算出來補貨量 主動的補貨 主動的補貨 換句話講 大潤花零售商的話 他沒有負責補貨的責任 以VMI的觀念 捕獲責任 是對方的事情 不是我自己的事情 那過去假如不執行VMI的話 那捕獲是我自己大潤花要做 那我要做的話 就變成我要花人力 時間 成本 那現在交給你的話 那是 那就好辦 我可以節省我的人力 時間 那缺貨的責任 是你的責任 不是我的責任 缺貨的意思就是說 那等於該賣沒賣出去 不只是供應商 不只是我自己少賺 黏你自己也少賺 那這叫Vendor Management Inventory 就是在供應鏈管理裡頭 非常重要的一個 所謂的庫存管理的理論 不是理論 是一個概念 但是他背後的理論 其實就是應用ROP 還有EOQ 的這個 換句話講 供應商必須要去決定 ROP跟EOQ EOQ 那供應商將應物賺款 應物賺款 這個錢的事情 也就是各位同學最陌生了 那順時候來講 他補貨補完貨了之後 請問 供應商拿到錢有沒有 坦白講 供應商還沒拿到錢 錢誰拿 大潤花 你們在賣 你在賣場拿了東西出去的時候 你交錢交給誰 交給大潤花 你不是交給供應商 聽懂沒有 所以錢是在大潤花的身上 這個錢是在 他拿的是現金 你給他是現金 可是我貨已經給你了 消費者已經拿走了 拿走了 那這個時候 銀售商 再跟他 再把應付賬款別一行 半個月 一個月 甚至有人給兩個月的期款 再給他 請問各位 來講 他先收錢 再後給怎麼樣 那收錢進來以後 他可以放著一個月 甚至兩個月 不要小看喔 你買的時候 也許只有幾百塊錢而已 那一個月的量有多少 那可能都是幾百萬 幾千萬的 那這個東西只要多放一個月 我至少一個月可以放利息吧 放一個利息 或者做所謂的機會成本的投資 機會成本的投資 所以為什麼各位會發覺說 這種大潤在賺什麼 其實他在講 各位不要以為是在賣 買賣那個東西的賺 你們認為覺得很便宜 買進來 是很便宜 他真正在賺了 不是在那個單價身上的賺 是在背後剛剛講的 剛剛講 他現在拿你的現金 這個現金並沒有馬上給他 他拿到他身上去作軟 這個錢在滾的 他在賺這個錢 各位聽懂沒有 那這個 這個就是VMI的概念 所以為什麼VMI 就有這麼多的好處 這就是剛剛講 這個東西意思就是說 我剛剛再講一次 這是賣方 供應商 這是買方 那換句話講 補貨的責任是 賣方 要補了 那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應用到 除了零售商 也應用到製造商 那譬如台積電 他在線上會做生產 可是他倉庫裡頭 有很多的原料的來源 是供應商的 可是他要求供應商 來追蹤庫存 自動補貨 自動補貨 並不是我台積電 告訴你要補貨 是你自動要來補貨 而且所有錢 獲了所有錢來講 在寄存在我的倉庫上 還是供應商的 並不是我台積電的 一直到我現場上 拉貨進去生產之後 我再啟動應付帳款給你 換句話講 賣方要拿到錢 都要一段時間之後 貨都已經出去了 給人家一段時間之後 才能夠拿到錢 所以各位請各位 你們做生意的時候 要記得有這個現金流的概念 你不要以為說 你做任何生意 都是現金買賣 現金買賣 是各位現在 在V2C的這個環境裡頭 有買杯水 買個飲料 是現金買賣 可是在 B2B的世界裡頭 並沒有現金 全部都是 應收應付 賬款 好 這是VMI的概念 簡單來講 就是說 vendor來管 買方的庫存 買方的支援 那怎麼管 就是剛剛講 透過EOQ 就是REALDE POINT的概念 去處理 去處理 好不好 然後 那這個東西有什麼意義呢 這些意義來講 當然這些效益來講的話 我想就慢慢各位 各位去這個看 其實這個效益 講了半天最大的功效就是買方 買方其實最大的一個功效 當然賣方來講的話 坦白講有沒有好處 這要看 這要看情形 不過至少就是說 這種供應商管理庫存的方式 在供應鏈上面來講 是非常被這個引用 那請各位回去看一下這個意義 好 我把他講完 那 最後來講的話 當然就 影響庫存決策的方式有相當多 那這一章我只講了 我們這一章戶習是講了什麼東西呢 我們這一章戶習很簡單 各位想一下 我們只講了幾樣東西 跟你講FIX ORDER QUANTITY MODEL FIX TIME PERIOD MODEL 然後跟剛剛講過的SINGLE PERIOD MODEL 我們只講這三個MODEL而已 這三個MODEL當然有很多細節 請各位回去把它看懂那個概念 概念 計算只是一個手法而已 最重要是背後的概念 那inventory的管理的方式 我們教了ABC分類 2-bin system 或twin-bin system VMI 這個都是 應用到 管理上面的一些概念 這一章的重點就只講這樣子 但是這些東西的話 其他其實還有其他因素 因為有很多其他因素來講的話 我們像比如說容易腐壞的物料 佔有大空間 體積龐大的物料 我們都沒有教 這些東西都還要 還要再談 所以總之來講的話 影響決策的因素相當的廣 那這一章 因為你們是第一次學習 所以我們只教其中最基本 最基本的 就是剛剛講 這幾樣東西交給你 也希望各位透過這一門課 這幾個獎 能夠把這個東西 最基本搞懂 至於還有 進階的 我剛剛講 還有很多 影響庫存的觀念 那請各位在以後 在相關的課程的時候 再學習 那我們這一章就交到 就交到這個地方為止 第4章